今天带来一部2023年最新悬疑惊悚影片 这个男人来自地狱 上于今年的8月份 先介绍一下 此片属于犯罪侧写类型影片 没有什么特殊场景 纯靠演员演技 以及刺激性的语言对话来吸引观众 喜欢这类型影片的小伙伴们 今天可以保眼服了 尤其是男主人格切换的表演 堪称完美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部最新上映的悬疑惊悚影片 这个男人来自地狱 好话不多说开始 影片刚开始就抛下悬念 一名心理咨询师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毫无征兆的从楼上一跃而下 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 没人知道 画面一转 来到了本片男二号这里 他同样也是一名心理医师 其面为查理 随后来到了一所监狱 这次来的目的是要为一个 将要处死的连环杀手 做犀利评估 是否能将他判死刑 就看查理的审查结果了 这位连环杀手叫爱德华 他犯下的罪行 那真可谓是不可饶恕 专挑孩子们下手 还给人家大些拔块 许多民众要亲眼看着他被处死 就连典狱长都表示 这样罪打恶极的人 还有必要坚定吗 直接签字得了 可查理不同意 他表示当一天和尚 敲一天肿 要坚守自己的职业抄手 但我感觉 他是不想错过这波流量 临时问前 典狱长反复提醒查理 里面的这个叫爱德华的罪犯 非常善于玩弄犀利 上一个犀利评估的人 就是受到他的蛊惑 跳楼之傻了 说的正是影片开头 那个犀利医生 不过查理并不在意 他表示自己根本就不信他这套 随后走进了审讯室 这里提嘴 执行死刑是在当晚的11点 只要到时捡了 不管诊断结果怎样 都会立即执行 那么压力就来到了犯人这里 查理的想法也很明确 犯人一定是想尽一切办法 证明自己有病 到时候拆穿他的谎言就可以了 随后两人开始正式对话 令查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爱德华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将查理的个人信息 完完全整的说了出来 查理则是微微一笑 表示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只不过是多打听他一些信息而已 随即查理表明了态度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爱德华 我这次来就是例行公事 咱俩不用废话 我问你答 然后我做出结论 至于你被不被判死刑 完全看我的诊断 本以为说完这些话 爱德华会老老实实的倾从自会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爱德华并不怕死 他自称是恶魔 只是附在别人的身体里 这让查理认为 这个爱德华开始耍花招了 无非也就是想证明自己精神有问题 查理的应对方法是顺水推走 在他的对话中 看看能不能找到破绽 首先查理半开玩笑的问爱德华尊姓大名 当然指的是体内的恶魔 爱德华表示 当然有了 你就叫我邪恶吧 查理当时就笑了 这怎么可能用来当人民呢 爱德华马上反驳到 怎么就不可以呢 这就是你们人类固化思维 在拉美文明里面 这个词汇就是来形容一类人的 怎么不可以当做人民呢 说的好像还有几分道理 查理没较真 随后与爱德华继续纠缠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 爱德华会先发自人 他表示 在我们结束对话之前 你将会犯下三起命案 查理听完也是笑了 这毫无头绪的发言 只能当做是他的小把戏 既然这样的话 查理仍旧蟹破下驴 看看他今天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 随后查理表示 咱今天抛开别的不谈 就唠唠这个叫爱德华的人 我们先来聊聊你的童年吧 此话一处 邪恶立即纠正查理 聊天可以 但这不是我的童年 而是他的 随后对着查理说了一大堆 大体的意思就是在说 像我们这样 名为邪恶的恶魔有很多 一旦选择宿主 便会从小就跟着他 一步步将宿主引导向犯罪 有时候甚至会逼他们做一些 他们不想做的事 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查理 爱德华犯下的偷天罪行 都是负在体内恶魔所为 查理还是憋着笑的表示 你这绕一大圈 无非也就是想表示 自己是个精神分裂者呗 爱德华表示 你好像还是没听懂我说什么 首先我根本就不怕死 其次是 我还更希望我被判死刑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重新更换宿主了 这个叫爱德华的人 我早就玩够了 查理更是无奈的表示 那行 我暂时相信你说的话 那来吧 证明一下你就是恶魔 负我的事 让我感受一下 被占据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可无论查理怎么叫板 那个所谓的恶魔 始终都没有负查理的事 这就让查理认为 爱德华所说的都是假的 本以为就这样 情义揭出了他的谎言 可紧接着 爱德华的表情变了 变得唯唯诺诺 变得更加痛苦不堪 还有一些结巴 他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德华 说犯下的一切罪行 都是被比的 甚至他还非常害怕体内的恶魔 从这个表情 以及谈吐来看 很难判断 他是否说的是实话 如果真是假的 那他的表演 简直是太到位了 可紧接着 他的表情又变得冷酷无情 很显然 他又回到了邪恶的身份 刚才提到了 这个邪恶表示过 查理未来会犯下三起命案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竟然说出了查理内心的痛苦 原来这个查理 曾给年迈的母亲进行了安乐死 当爱德华说出这个事的时候 查理瞬间脸色猙獰起来 表示当时母亲确实非常痛苦 是他一再要求给自己安乐死 才做出的这种选择 可爱德华表示 无论怎么样 这仍旧是一起谋赏 此话一处 查理立即破房了 不过很快 他便冷静下来 自然是想起了 刚开始 点狱长对他说的话 那就是这个爱德华 很会迷惑人的心智 那接下来 查理要以怎样的方式 应对爱德华呢 我们继续玩一看 平稳情绪过后 查理的内心 多少有点不平衡了 身为致命心理医生 竟然被犯人愚弄了 就此他决定 搬回一城 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这个爱德华 自说也让查理 过来为他诊断 是有目的的 那就是想让他 为自己写一本书 查理当即 就同意了爱德华的要求 并表示 自己可以写书 但没什么警验 如果真想让他写书的话 就把你身上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查理是想用这个借口 让爱德华交代 犯案细节 如果他全部交代的话 查理马上就可以判他 没有精神疾病 当晚就可以进行死刑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心思 被爱德华猜得透透的 他表示 早就告诉过查理 自己不怕死 相反死了会更好 这样就能附在别人的身上了 继续享乐 查理一看 那行吗 既然你不按套路出牌 我也不用保持什么原则了 随后查理表示 今天对话到此结束 你这么想死 我还偏就不要让你死 立马给爱德华 鉴定为人格分裂者 随后转身离去 可刚要出大门的时候 爱德华表示 你不想知道你犯下的第二项谋杀罪吗 查理现在是一刻都不想打理他 可爱德华随后口中的话 不得不让查理注意了 紧接着他对查理说 你应该有个女友吧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怀了你的孩子 可是你并不想负责任 所以说他现在正在医院做手术 将你们的孩子拿掉 这就是你犯下的第二个谋杀罪 查理听完当时就猛了 立马解释到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而且他与女友也商量过了 甚至他还同意了 可随后查理反过来 为什么要对一个犯人解释这么多呢 转头他就离开了审讯室 除去后第一时间 就将电话打给了女友 结果正被爱德华说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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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